第一千二百零一章 达记者问 赏 四太 这个电话比较陌生 而打电话过来的人 更是让庄瑞吃了一惊 听着电话里 那略带慵懒的声音 眼前浮现出了四太的神言 庄先生 找您可真不容易啊 四太略带责怪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了过来 四太 最近比较忙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庄瑞并不想 和澳门赌王这一席的人 走得太近 好像每次与他们打交道 自己总是要沾染一些麻烦 老四在澳门被人吓套 输了几亿的事情 就不用说了 自个儿帮他们赌一场 居然也能遇到恐怖事件 现在庄瑞还在心疼 那件珍品宣德卢呢 没事就不能找您了 庄先生 是不是不想接我的电话呀 听着四太的声音 庄瑞身上一阵发了 拜托 您要是年轻个二十岁 或许用这语气说话 更合适点 哈 那啥 四太 最近真的很忙 要是没事 那咱们先这么着吧 庄瑞说着就想挂电话 虽然他在澳门这间新的赌博公司 还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但是 庄瑞都是交给黄浮云打理的 他从来就没过问过 也不想去过问 别呀 庄先生 我没这么招人厌吧 四太忧怨的声音传了出来 似乎真怕庄瑞挂电话 紧接着说道 庄先生 我们的新公司下周六开业 你这个大股东 到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剪彩典礼呀 四太打这个电话 也是有为难之处的 因为这个公司完全属于他自己 已经从赌王的财产中分割了出来 不过这样一来 赌王的很多资源 他也无法享用了 之所以硬着头皮邀请庄瑞 四太就是怕开业那天 有人来砸场子 他现在只请到了一位 过气的赌王 作为赌场的技术总监 这心里实在是有些不放心 思来想去 还是把庄瑞醒来 才能震得住场面 要知道 虽然拉斯维加斯的赌牌之政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但是 庄瑞在世界赌坛的名声 却是如日中天 甚至 已经成为赌坛的一段传奇 庄瑞在国内的这些日子 就曾经遭受过各种骚扰 都是一些赌场 举办各种赌输大赛 邀请他参加的 搞得庄瑞烦不胜烦 所以 对四太的态度 也不是那么友好 庄瑞丝毫没有 身为新赌博公司股东的觉悟 开口说道 啊 四太 赌场的事情 我已经完全授权给我的律师 黄浮云先生了 他可以代替我出席的 由于之前实在退不掉 四太给他的公司股份 庄瑞虽然接下了那10% 但却不是干股 因为 庄瑞将在美国所赢的那几亿美金 全部都投入了进去 要不是这笔钱 投入到了澳门新赌场里 先前欧阳政务说起了15亿的时候 庄瑞很轻松的就可以拿出来 庄瑞这么做是不想因为吃了10%的干股 日后惹来很多麻烦 所以在用真金白银注资之后 他和四太也有过协定 他只拿分红 不会插手赌场的任何视线 包括赌场被人踢管子之类的纠纷 庄先生 公司开业不比寻常的时候 您身为股东不来 不得好吧 要不 我让何先生给您打电话 四太听到庄瑞软硬不吃的话后 只能将赌王给搬出来了 别 何先生年龄那么大了 晚辈怎么能当得起他的电话呢 行了 我到时候抽一天的时间过去吧 庄瑞对那位何老爷子可是有点发怵 俗话说 人老成精 别看那位整天迷迷糊糊的 要是算计起人来 绝对是杀人于无形之中的 听到庄瑞的话后 四太悦耳的声音笑着说 不用那么勉强的 只是一个开业庆典 对了 这次竞争到赌牌的新公司 将会和香港赛马协会 联合举办一次赛马 这在港澳可是一次盛会呀 好好好 当时一定参加 庄瑞敷衍地硬了下来 他只想快点结束这次通话 什么赛马不赛马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有那功夫 庄瑞还不如在家里 陪陪老婆孩子呢 话说这两个月 可是把他给憋坏了 不过庄瑞不知道 香港赛马的确是一件影响非常大的事情 至少在港澳地区是如此的 在香港 赌博是非法的 但是赌马 却是香港唯一合法的 也是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远 最大众化的一项赌博活动 它已经成了香港市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逢赛马日 富豪巨骨 观患人家 白领阶层 升斗市民 乃至五湖四海的各路过客都翻着他来 一来感受马场上疯狂的气氛 二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随着赌马活动日益大众化 香港还出现了一批 专门靠平马吃饭的马专家 报纸 电台 电视台 都辟有马精专栏或专门节目 可以说 除了马会 骑师 从赌马活动中得益最多的 也就是这些 靠讲马 评马吃饭的 马专家了 庄睿以前去香港的时候 就很不理解 这香港的电视上 经常会放着 讲评什么马精的节目 而就连一向不喜欢赌博的秦宣兵 都看得津津有味 四胎的电话 只是让庄睿感到有些烦心罢了 不过 这点烦心 很快也就被他遗忘了 因为 有关于成吉思汗零出土的新闻发布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对于这次国家级的发掘 相关部门也是非常重视 发布会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 能同时容纳200家以上媒体的会议室举行的 规格非常的高 除了国内的各大媒体之外 申请参加此次发布会的国外媒体已经达到了100多家 也就是说 这场关于成吉思汗零的新闻发布会 将同时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直播 我说 你一样要化妆嘛 小米的技术不错 不会给你乱化的 坐在庄瑞身边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 他也是文化部派出的此次新闻发言人 今儿一上午的时间 庄瑞都在和这位刘司长讨论着发布会进行时 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妈的 他家老子要是知道 生出来的儿子长大会变成这样 估计生下来就给掐死了 庄瑞从镜子里看了一眼 那位一名叫做米尼 但是胸口平平 没有猴杰的人 赶紧闭上了眼睛 他怕看多了 自己会受不了吐出来 你说一大老爷们 非要打扮成这不男不女的模样 刚才还撬着兰花纸 说庄瑞的皮肤好了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化妆师 估计 庄瑞早就老拳打过去了 得 这个不要 老刘 要是给我用这玩意儿 今儿的发布会 你自己去参加吧 见到那位米尼 拿了只唇膏 庄瑞彻底包走了 这他娘的 是参加新闻发布会 还是化妆舞会呀 不带这么折腾人的 尝尝 小米可以了 那位刘司长 对这些是司空见惯了的 当下忍着笑 制止了化妆师 说道 小庄 记住 在记者提问的时候 回答的语速 一定要放缓 这样 才有时间去斟酌语句 不至于说出一些 不该说的话来 借着化妆的机会 刘司长又给庄瑞 传说了一些相关的经验 因为 没有经历过发布会的庄瑞 很可能在紧张之下 会说出一些 不合失意的话来 这是所有发布会的大忌 放心吧 刘司长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不说话好了 庄瑞点了点头 他也不是出出茅庐的冷头青了 再说 此次发布会 他是作为 成吉思汗令的 发现者参加的 后续的考古发现 他完全可以 推作布置的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刘司长看了看表 站起身 向外面走去 乖乖 这场面还真不小 进入到新闻发布会的会场之后 庄瑞和刘司长两人 坐在了准备好的席位前 在他们身后 是个投影仪屏幕 而面前 则是密密麻麻的人头 和各种长枪短炮 欢迎各位媒体记者 参加此次招待会 刘司长说了一番官方语言后 直接将话题 引入到了正题上 此次召集各位媒体朋友 是要公布一件 我国重大的考古发现 就在两个月前 在我们内蒙地区 发现了一座蒙古黄陵 经过考证 这就是生活在公元1162年 至1227年 蒙古韩国的开国大韩 博尔寄进铁木针的陵墓 真的是成吉思汗陵 会不会搞错呀 不是说成吉思汗陵在外忙吗 证据 我们需要证据 在官方之前公布出来的信息中 只是说 这是一座蒙古帝王陵 所以 刘司长的话声刚落 整个会场都沸腾了起来 要知道 成吉思汗的影响力 远不是建立了蒙古韩国 它开创的那个时代 改变了当时的整个世界格局 第二章 答记者问 中 蒙古南下攻占南宋江山后 往西侵略欧洲 这使得亚欧各个民族的历史 几乎都会记录有蒙古 它的影响 甚至到了土耳其 以及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强大的确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在当时蒸发欧洲的蒙古统帅的工帐里 俄罗斯的王公贵族 格鲁基亚国王和女王的儿子 很多地位显赫的苏丹们 高丽的王公 都只能卑微地跪在工帐里 在历史学界 由成吉思汗及其追随着 征服世界 促进东西方交流 和促进中国的民族融合的 这一学术理论 但是 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历史上 各国对于蒙古那个统治时期的态度 就是很不一样的 由成吉思汗是人类最伟大帝王的赞美 也同样有蒙古人残暴凶亡的说法 历史上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为 其实并不是发生在二战希特勒时期 而是在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人 蒸发天下的时代 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 教育后代史 说了一段著名的格言 人生最大的乐趣 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 强夺他们所有的财产 看着他们的亲属痛苦流泪 骑他们的马 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在那个时期 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 不愿意被他们掠夺 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 都是蒙古王朝的敌人 蒙古对于欧洲的影响 还远不及此 中世纪时 欧洲最大的一次黑死兵爆发 和蒙古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黑死兵的爆发 起源于一场战争 而战争的起源 不过是一群意大利商人 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 在街头发生了争执 穆斯林于是向横割西进的蒙古人 寻求救兵 正与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王子 借此机会 毫不犹豫地发兵 将这群意大利商人 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 团团地围困在 卡法城墙之内 卡法坚固的城防 和守军的顽强抵抗 使得驰骋纵横的蒙古大军 也是一时难以攻克 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 这时 恐怖的瘟疫 开始在蒙古军队内爆发 士兵们纷纷倒下 蒙古军阵营里 再也听不到那种 彪悍旷野的喊沙声 卡法城的守军并不知道 蒙古军营中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是很奇怪 为什么一向攻势灵力的蒙古人 忽然变得沉静了 有好些天都不见进攻了呢 难道说 蒙古人久攻不下 已经放弃了 还是说 他们在积蓄新的能量 准备发起更强势的进攻 在纷纷的猜测中 已经精疲力尽的卡法守军 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 然而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卡法守军吃惊的发现 蒙古人又在城下 摆开了攻城的阵势 而且这一次 他们似乎改变了战术 不再使用云梯 也不再无谓的 让成千上万的士兵 一副城墙强拱 而是在城墙外 架起了一排排三人多高的 巨大的木质炮尸机 随着蒙古王子一声令下 无数致命的心事投射弹 向卡法撑飞来 刹那间 卡法守军一个个全都惊呆了 那些炮的 全都是人 卡法守军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只具被瘟疫感染 正在腐烂的士兵尸体 就已经被蒙然的 跑入空中 飞进卡法城内 卡法城就这样 堆满了死尸 不久 腐尸就开始污染空气 毒化水源 人们终于明白了 蒙古军的用意 因为 卡法城里 也开始发发那种 令人恐怖的瘟疫 黑死病 患这种病的患者 开始出现寒染 头痛等症状 进而发热 阵望 昏迷 皮肤广泛出血 身长额疮 呼吸衰竭 快则两三天 多则四五天 就纷纷死亡 死后皮肤长成黑紫色 这种可怕的疾病 因此而得名 黑死病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 这就是鼠疫 不到几天 城墙内的卡法人 便纷纷丧命 城里街道边上 到处都是身上 长满蚝床黑般的死尸 卡法成了一座 人间地狱 侥幸活下来的人 一个个都蒙着黑傻 黄黄然地 逃向城外 卡法城中的意大利商人 就这样踏上了逃亡之路 他们上了帆船 准备返回意大利老家 然而 这些人哪知道 与他们随行的 还有船拨黑死兵的 罪魁祸首 老鼠和跳骚 被跳骚传染的老鼠 爬上拨船栏上 藏进货藏 随着帆船 驶向地中海 意大利商人的船队 还在海上的时候 卡法成被黑死病 笼罩的消息 已经传遍四方 欧洲一下子 变得人心惶惶 船队长途跋涉 回到意大利 但没有人同意他们考案 因为 船行驶在海面上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感染了 致命的病菌 水手们正纷纷地死去 这批商人最终抵达了 西西里的墨西拿港 惊恐不安的港口负责人 对船只进行了隔离 可惜 为时已晚 就在第一根拨船缆绳 连接到岸上的时候 老鼠已经率先登陆 短暂的停靠 已足以使黑死病 登陆欧洲 在短短的两年之内 黑死病就把欧洲 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送入地狱 两千多万人消失 黑死病带来的大毁灭 成为了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这次大毁灭 使欧洲的人口骤降 变得瞒目苍疑 面目全非 许多幸存下来的人 因此对旧制度质疑 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 正是黑死病的流行 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的社会体系 使欧洲迎来了 文艺复兴的黎明 从根源上而言 可以说 是蒙古人导致的这次灾难 而这次灾难 对于世界的影响 意义更是深远至极 曾经有欧洲的学者说过 跟铁木针相比 希特勒仿佛是个天使 无论是非功果 成吉思汗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绝对远远的超过 中国任何一个时期的帝王 千百年来 一直都备受各国历史学家们的关注 所以 在听到发指的蒙古地灵 是成吉思汗灵的时候 整个新闻发布会的会场都沸腾了起来 请问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就是成吉思汗的灵木 蒙古人在世界范围内 劫掠的财富 有没有在灵木中发现了 请问这个灵木的发现者是谁 发现过程又是如何的呢 无数问题在各种语言的演绎下 充斥着整个发布会现场 众多记者们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兴奋 要知道 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灵 可是汇聚了整个世界的财富 见到会场 像烧热的开水一般沸腾了起来 主持人连忙用话筒大声的喊道 安静 安静 请安静 还没有到提问环节 先请刘司长 为大家介绍成吉思汗灵的相关情况 我知道朋友们都很想进入下一环节 但这是我的工作 你们还是要耐心的听我讲完呢 刘司长很善于调动这些记者们的情绪 他的话让很多人笑了起来 下面我会放一些影像资料给大家看 各国都有研究蒙古历史的学者 相信他们会告诉各位 这个灵魂的真假的 刘司长向在场的工作人员做了个手势 在庄瑞和刘司长身后的墙壁上 马上出现了一些经过剪辑的影像 弯曲的地下通道 一间间相连的宏伟地下建筑 还有一些领宫内的陪葬品画面 都显现了出来 引得厂内一片惊呼声 当成吉思汗主牧师画面出来之后 厂内已经无人可以再保持镇定了 那些在灯光下闪烁出耀眼光芒的黄金 让每个人的呼吸都加重了许多 当那张羊皮卷上的文字放大后 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 无数闪光灯亮起 这些记者大多都是跑科考路线的 都知道文字对于一个墓葬的重要性 此刻现场的记者们都已经相信了 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陵墓 因为作为公布方 中国方面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是不会召开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的 经过我们研究蒙古历史的专家 对陵墓内出土的文字确认 这个陵墓的确是成吉思汗陵无疑了 好 下面大家有什么疑问 就可以提出来了 放完幻灯片后 进入到了提问环节 刘司长的话声刚落 台下一百多只手 七刷刷的举了起来 一个美国记者在得到点名后站了起来 刘司长您好 我是美联社的记者 我想知道 此次成吉思汗陵的发掘 总共出土了多少文物 目前文物上在清理之中 在清理工作结束之后 相关数据会陆续向公众开放的 刘司长回答的滴水不漏 他所说的是相关数据 也就是说 有些数据是不会对公众公布的 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技巧 在主持人的点名下 又有几个记者站了出来 而刘司长也是妙语连珠 一一对提问做出了回答 当然 这些记者都是事前打过招呼的 突然 一位记者在没有被点到名的情况下 詹吉胜来大声说道 刘司长 我是儿童社的记者 如果我对那段历史没有理解错误的话 诚吉斯汗曾经打下了整个俄罗斯 而从我国掠夺的财富不计去数 我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公开这些文物 回还从俄罗斯掠夺的财富 那是属于俄罗斯和世界人民的 对 没错 诚吉斯汗林的财富应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要求中国政府公开诚吉斯汗林的文物数量和种类 那个长得有点像北极熊的俄罗斯记者的文化 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刚才承吉斯汗林瞩目式的黄金 已经让这些人感觉到了极度不平衡 要知道 作为当时蒙古和欧洲之间的屏障 俄罗斯可谓是深受蒙古铁骑的摧残 在蒙古帝国时期 几乎整个俄罗斯都沦陷了 当然他们所有的财宝也都被蒙古人揭掠一空 不过 历史已经过去了近千年 被抢走什么财宝 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这个 俄罗斯记者很突兀的问话 显然不在刘司长的应答准备范畴之内 而且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一个回答不好的话 会让此次考古发掘 造成很大的质疑 刚才还镇定自若的刘司长 顿时额头冒出了一层喜憾 这位先生 我国对于强盗行径 相来都是十分反感的 如果您有证据证明 成吉斯汗从贵国抢走了什么东西 我想我们政府是很愿意归还的 一旁庄瑞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 这 听到庄瑞如此回答 那位记者反倒是哑口无言了 他哪知道成吉斯汗从俄罗斯 抢走了什么物件了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记载 妈的 真够无耻的 一千多年前的东西还想讨要 也不想想 你们国家近代 从中国抢走了多少东西呢 庄瑞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 在贵国圣彼得堡博物馆 有大量的中国文物 仅是敦煌文献 就有1.2万册 我是否可以理解 您愿意代表贵国政府 归还这些属于中国的文物呢 在谈计资计 光臨 太多了 自身之境 自身前地有任何值得 将冠彼得